《啤梨晚步》 逢星期一至五 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回到10月28日的《啤梨晚步》 今晚真的要做些做完节目 因为我有点头尺尺 可能昨晚不够睡 话说上星期说过 Operator 跟我们说 这里附近开了一间 新餐厅 很美味 很认真 立刻和林康正推介过 那你去试过吗 没 那我Operator 和我说完之后 其实我有一个公司的同事 即是新同事的一个男同事 我都没帮他改过花朵 也叫做14号 14号就有了 14座 14号之前有吗 有 谁是14号 15号 13号 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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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座大黄就可以了 18座 18座 我买过一个外卖的三丝炒面 给我吃 ok的 我说过 ok的 但是 可能 你知道这些东西放在法布交 或者买回来 可能他差点 我又不觉得他说得这么夸张 但是他的老友记 大只Dude 他连试两晚 他直接WhatsApp我 用Voice Message 他上了那个语气 他说真的好冷静啊 Dude 他说第一晚 他试了那个猪扒 他说猪扒是软的 而且你感觉到 他真的做好功夫 有腌啊 有打啊 尤其是做到很软 一点都不会说 就是不像是落粉啊 那些东西 我说猪扒 我心里想猪扒不用落粉啊 第二天他吃了 咸鱼 就是那些什么 什么 鱼香茄子 鱼香茄子 他说真的好冷静 说到他简直是很抑郁 而且有个最大的重点就是 他呢 他呢 是开到一点 这个就很重要了 嗯 因为如果你说开到十点 那我们做完节目 八点、九点的时候 下去 不好意思啊 他不是不做你生意 这头他出完东西 就是摆下那些东西 那头就 不好意思啊老板 可不可以买一张单啊 那你又不好意思慢慢洗啊 虽然其实是够时间的 但是 始终有一种赶头赶命的感觉 不自在 不自在 那今晚呢 那他说一定要吃个什么 吃些鸡 吃个 咸鱼鱼粒炒饭 咸鱼粒炒饭 也是啦 即是鱼香茄子 嗯 因为其实呢我想他 即做 他好像说有几个大姐在煮的 那我想就 可以试一下 你混合大姐就可以 我想你不会混合大姐的 但是 你想到啦 有时候会更黏 女人煮东西呢 当我今晚 今晚 试完 真的有正评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因为现在呢 说真的 好的产品 好的餐厅呢 都是要支持的 虽然呢 大家呢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即是话说 话说 其实 有些人就说 你是不是忘记了 我们是黄丝 我们要揽炒的 所以是矛盾的 OK 其实那时候也知道 但是我反而 我这陣子呢 我刚才见到 我真是很混乱的 即是那些混乱 他们未必是坏人 但是呢 我昨天见到 我就Record 一定要说 一定要说 可能我们有些网友都是这样 我真是很冷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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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冷到呢 我认为 这些人是要死忍绝的 OK 譬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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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是 嗯 是 嗯 其實是這樣,他們沒有這麼極端的事情 當然是吧,我教你們,你們不要看人家說話 不斷有這些人,譬如 首先我不去爭論劉德華 他做了什麼壞事,我認為沒有,我直接認為沒有 你們認為有,OK的 但是,剛才那些人是追貓的 然後就直接開口了 你忘記什麼,那些就很噁心了 那你有沒有幫幫順 這個就是 左膠化了 你幫順那間店有沒有用大陸的來貨 喂,這樣真的沒得做人 你幫順那間店租的那個業主 不是,是不是打財政 我想說清楚的立場 其實你真的這樣想 你於是不去看 喂,其實我真的覺得沒問題 我尊重你,我覺得你很頑堅 但是你不要下下屌你 喂,動一下就這樣 接著呢,就是強迫政 就是強迫人家 但是有時候有些強迫,他做到這些人 但有些他自己也不必 那些我先不要計算 我先不要計算他個人 你問我,他狗成狗做不到 因為在香港你要完全那麼清理 根本就很難生存 有沒有食物當勞,有沒有看ViuTV 很難生存 有沒有看他友善,有沒有看開 喂,如果是這樣,最難聽的話 不是,最難聽的話 我也不免得說 屌你走 不要去香港 走,逃兵 不是,走 因為為什麼呢 喂,我像藍絲這樣 因為你是很難撇得住 因為你身… 譬如你那間 屌你了,你匯豐銀行的利用 屌你,原來平安是大股來的 喂,我買渣彈 你以為渣彈有沒有中資的人做Share Holder 有沒有試過去旅行 我不是搭國泰 好了,你搭那些 那麼一樣 哎,機場啊 你要交那些稅嘛 是啊,是啊 即是給錢給機管國 不是,即是你去到… 機管國的混蛋啊,你知道嗎 你永遠去… 你忘記了啊 不是,你永遠去這麼極端 永遠有道理可以說 你去的道理可以說 是的 喂,但是,是否現實呢 譬如… 比如說,合拍片不料 OK 喂,你現在看每一部電影 我敢說,差不多每一部電影 他也十幾十間 要…要把一個Wix大家想到 分散 一定有些不知什麼事情 你有沒有在大陸公司 阿里巴巴影業 真的有的 或者香港電影基金 還有呢 是啊 比如你來自破地獄 是啊 不是啊,也有人說的,就是有人說,有啊,英枉不了啊,英枉不了 我最討厭這些傻子,他不是王膠那麼簡單 無時無刻,他不是要提醒自己,他不是要提醒自己 他要告訴別人我是多堅持的,因為我真的有很多事 而這些人呢,我就會棄進去看看,這個狀況 通常只有四五個狀況 其實非熟動沒用,住在八格啊 根本就是,根本就是 你這樣呢,真的很難搞 給我講真的,這些我會覺得,你不用這樣 因為這些永遠是對自己的要求 還有很多時候你都未必可以,就是我跟你說 就算你幫助一間,那間是他王店 原來他交租給業主,是他大財團 食物來貨有些來自大陸 這樣一定有的 其實你根本就沒得說 沒得說 基本上就是,不要做兩人事 第一,即是強迫別人 是吧 第二就是,你們說不去那些 我偏要去美心,我去 都不要緊要,其實 曬出來都不要緊 但曬出來的時候說 你們那些,我就去美心就吹 有時以為自己做這些,很厲害的那些 又是一個極端來的 那個人有什麼樣的人 那些藍絲來的 那些藍絲來的 也會有 那些藍絲來的,去到極端就不好 那些藍絲來的 其實老實說 總之,自己舒適隨心隨意 但是不要要求別人 社會都這麼壓抑 那些藍絲來的 何必你對著你自己 那些藍絲來的 說真的 你問我 我不知道 我會講少少王霆之 我們不是很熟悉 但我會知道多一些 因為我小時候有看他的文章 包括他的食評 那麼 今天報子又沒有很賣 還是沒有太多人說 其實大家記得 我記得黃庭之祖七八年也說過那些軌跡的話 那他是否晚年失節呢?其實我不是覺得是晚年失節的 我真的覺得他們那一代人,有一群人 是真的逃不脫金融也是的 脫不了那個框框的 當然我在說他在Youtube 其實不是Youtube,是一個座談會 我不覺得是說謊的 說黎智英怎樣進去找他 做蘋果 收什麼人的錢 然後這一段說話其實在2016、2017就是佔中後話 起碼我們看到 於是就被一些人作證 這個黃庭之祖,這個黃佬就是屌你 原來我們就真的有外國勢力 當然他有看過那一段訪問 我覺得他真的覺得是 他真的覺得有外國勢力 他真心的 為什麼呢? 而我一聽到他 喂,大哥,這些算是什麼呢? 不過你看回他這個年紀,他真心是他男生的年紀 但是問題是,你知道我從小看來他長大嗎? 你沒有正式接觸他 他也是另外一個 那個年代就是很多這些人 很多這些一類人 在,譬如我沒有研究 在佛學啊,或者 液經啊,紫微啊 甚至乎其他很多範疇 舊學啊 他真的是很聰明的啊 但是那個年代 金融也是 這些是奇人,現在沒有的 是 但是就是有一些 那一代人就是有一些 框架 這麼聰明的人都可以是藍絲 你好了嗎? 阿正 我告訴你 有些事情變成老殘 其實現在,我在這幾年裡面 特別在這幾年 我判斷一個人 老實說 可能就得罪了很多人 我其實很簡單的 現在我用三件事 第一 第一,他知不支持阿特朗普 他不支持阿特朗普 我應該都是老殘 我應該是這樣的 他 是不是阻交大愛 就是支持那些什麼Wook啊 那些 還有最後就是 他對中東 就是以媽媽的看法 這三件事 其實隨便中一飯 我都覺得是沒有想得夠的 如果中兩飯呢 哇,這些人你敬而軟之 因為是死蠢來的 而這些人呢 很多時候 很奇怪的 都是 讀過一下書 有一種 我不用知識分子 我不覺得你是知識分子 有一種 上層社會人的傲慢 而往往真是 不及得上一個 不要說我 是一個 普通街上有常識的人 那些事情很簡單而已 你很說不要聽 你到現在 我真的不想說 免得來講 你為什麼要講蕭生呢 到現在 我當你所有說的東西是真的 那大家覺得現在 究竟是一些經濟的 issue 是重要一點呢 還是一個 美國能否繼續 quick again 重要一點呢 現在大家如果 都不覺得美國 可以做一 即是 即是 在現在的時勢 不要說現在的時勢 在我董姓以來 那你應該是誰做大哥呢 普京 金 金仔 伊朗 是吧 領伊朗 北京 是吧 北京我不說了 是吧 那大家 大家真的要想的 OK 那些人我覺得是老殘 不過 Donald Trump 這陣子 他做大王 有了很壞的消息 是 就是蕭生這陣子 都轉口封嚴 有轉什麼 是 他說他有極大機會贏的 即是對 賀錦麗的 平少少 選情 我這麼樂觀 蕭生 平少少 他說死了 不是 從來呢 從來呢 蕭生都不認他自己 最初他就不認自己 他說他講 就不是說他要支持誰 後來呢 他說為什麼我要支持賀錦麗 就是因為 特朗普那樣的 而特朗普那樣的 我不在那裡這樣講 我也說了 就算他講到他 講到他那麼可怕 加稅還是世界的經濟萎縮也好 世界經濟萎縮是一時的 但是如果這個世界沒有一個零度 沒有一種我們 就是這一代人 或者過去幾十年 歐美社會 所謂的普世價值 那樣東西都沒有了的話呢 你什麼都不用說 什麼都不用說 喂 去到現在 每天都在說 LGBTQ 你真的笑死我嗎 不要說那些 香港人平時看很多傳媒 就是有些立場跟我們差不多 但是說到美國的事情 都一般的 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 今天我翻查一下 就是說川普說100% 救了黎智英 說他很快就會出來 如果是他負責 就調查拜登 這方面就不做事了 是 竟然就是 會在香港媒體 會賣這些單 可能因為美國主導傳媒不怎麼說 你知道香港的媒體 是 會升到 是嗎 這麼奇怪 是啊 不是啊 不知道啊 現在這個世界是 現在這個世界是很想吊詭的 因為我跟阿正 我看到 阿正沒來看不到 其實現在北京真的有很多很吊詭的東西 但是真的我們不敢去猜 因為我懶惰了太多東西了 由當日 我講 漢江蝦 漢江蝦 死騙子 是不是啊 但是漢江蝦現在去哪裏 你話說話 漢江蝦 我想問 那個黑影 我知道 但是你不要再說了 不要提了 隨便說一說 喂 做國民的 漢江蝦當日 我又 含想呢 當日我也是在說到 要在蘇共門口打飛機 結果現在漢江蝦去哪裏 那我們就不說 但是這段時間看 譬如張有俠 他真是很奇怪的 大陸的東西 那你說會不會 是 你說是不是吹和風呢 大家要搞清楚 不要想到這麼複雜的 只是有人窮到 沒有人走 看到這樣的形勢 就千萬不要笨賊 什麼叫笨賊呢 老人在買兩邊 就不要買死一邊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政治你不要想到這麼複雜啊 就好像當年 那個什麼啊 杜威啊 蔣介石啊 蔣介石 怎麼就賣啊 買衝的道威 就慘了 羅斯福也搞夠你啊 是不是呢 喂 就算你台灣也是的 聰明一點 有些事情就不用表態的 要的 也要買兩邊 你也知道 習廉斯基 這些就叫做 鼓掛仔啊 特朗普 一槍槍啊 那時候 勢很強啊 立刻要找特朗普聊天啊 這些就是先鋪定個局 喂 這些是 喂 我告訴你這些是什麼呢 這些是一個 真是小學生都應該有的智慧來的 出來撈東西 應該是你要靠別人啊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就算我插錯鞋 原來他輸了 也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兩邊都要買 就是這麼簡單的 好了 先不要說這麼多 我首先呢 就講講今天的新聞 林定國呢 今天接受訪問就說 反修例事件 有6000人未被起訴 那是不應該劃線的 劃線不符合法治原則 這一件事情呢 其實呢 是不斷有講過的 今年年後 就是啊 那時候啊 超過就說 超過的講法 那我專門找一些報章 舊報道來看 今年2、3月 他說 去問警方 好了然後到了較早的時候 應該上個月 或者9月 張炳良說 要劃線 無謂劃線 就是這樣 宣放一個 寬容一點的氣氛 梁振英就說 梁振英就說 早幾天的事 上個禮拜 就說 不應該啊 這些事情應該由律政司來講 不應該我們講講 這麼懶是法治 於是律政司出來講 他最主要就說呢 林定國就說 喂 他說 檢控人員在作出檢控決定之前 必須全面評估證據和情況 他不明白為什麼有反修例被捕人士 聲稱受到限制 他說 究竟有什麼特別的額外限制 他強調 未被起訴 未被起訴的人士 享有和一般市民無異的自由 Is it true? 我只知道一個叫周庭 是不是未被起訴 OK 他說 可以如常生活 包括出外旅遊或者讀書 他強調 嚴重刑事案件 沒有檢控時限 或是不符合法治原則 去講法治原則 首先 第一件事 究竟反修例事件 被捕 如果未被起訴的6000人 算不算是嚴重刑事案件呢? 你說如果很嚴重 其實有很多 告了 錯了出來 是不是真的那麼嚴重 我都誠意 何況那些 未有證據 或者你們到現在都未搞 不是啊 你都沒有證據起訴人 是啊 那他有什麼嚴不嚴重呢? 好了 還有 還有 你這樣去跟那些嚴重刑事案件對比呢 對這幫人 是不公道的 那是政治事件 老實說 律政司應該要不偏不倚 我們認同的 但是律政司 畢竟在我們的制度底下 他是一個政治的問責官員 是不是?我沒錯啦 政治問責官員 在現在這個時候 為什麼那麼多人會提出這件事 包括你們之前的同事啊 張炳良 因為這個很明顯是政治事件 而政治事件 我們要講政治的時候 你是政治問責官員 你就去講法律 嚴重刑事案件 沒有時限 老實說 你殺了老爸 姦了老母 我當然認為那些不應該有時限 但是現在這些 你連證據也未必有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已經 我相信你一定要用那個 你們覺得那個案件的嚴重程度 來排的嘛 因為現在有很多 就算坐牢出來的 在我們眼中看 其實那些證據都不是很solid的 譬如 證明他也有做的 不過你說 他有在那裏 參與 站在那裏 甚至乎用到 有法官說 是 助長了示威者的氣勢 甚至乎你也證明不到他有參與的 示威或者暴動 都聚成 那麼現在的6000人 我們會覺得 是不是很不夠了 OK 這件事情 老實說 我當然認為 你如果真的不作弊 就真的不符合法治原則了 雖然他們似乎 好像你說的大部分 都一樣可以去旅遊 讀書 OK 但是 你不給那個 不起訴 那封信 或者confirm他們的 他永遠有一件事 拉著他 你不犯案就可以了 大家有過 有過 涉及官司的朋友 我應該這麼說 很多人 譬如大家的官司的時候 無論是 民事或者刑事 為什麼 我們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時間 因為如果你不合理的時間 譬如兩年 三年 這樣拖下去 有很多人 無論你多正確 多正義都好 我先不要說錢 他慢慢會借的 甚至乎 算了 不如 一人 你當我輸 寧願結案 為什麼呢 不想有東西去 拉罰自己 而這樣 其實 某程度是不能夠彰顯 你們所謂的法律公義 現在你這些人 你 沒有不告他 但是又不說不告 就是可能會告 然後就說對你有什麼影響呀 而這個是政治事件 但是如果你劃線不告的話呢 當然你劃線之前 你真的可以 你有權這樣做 抽出一些你認為 不能夠放過的 是提供足夠的證據 如果不是的 喂 這樣也沒辦法了 要撥過去 也要劃線了 就是 全部不告 這個呢 在現在的情況下呢 就是我們講過不知幾次了 是啊 可能你會覺得 搞錯犯事嗎 但是有時候真的沒辦法估 你又不夠了道 真的不要說我說什麼啦 你夠了道你告了啦 那麼你也可以釋出一個 比較寬容的訊號 就是訊息 令到整個社會 當然會有些人在扮勁的 就是藍絲那邊 搞錯了 但是整個社會 是不同的 我告訴你 就是這件事情 可能你又升了一千幾百 或者那些消費會好一點 你想什麼 你是不做的 你說這個是不是 是不是 我們偉大的中聯辦 我們偉大的祖國 下的 硬指令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相信 是不是 你想什麼你告不告一個境 嗯 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了 這些新聞真的不想說 那些新聞 麥美娟呢 就出來 要拆一下這個關外隊鞋 為什麼呢 因為有兩件事要做 第一 政府 加多一些 預算給他們 我不知道他們加多少 我只是上星期就說過 他們本來一年有三十多萬 現在有七十萬 OK 七十萬就是一個月有六萬 那就多了很多 是啊 但是他們的關外隊 分分鐘也有很多人 那就好了 於是乎有人吵了 搞錯了 加錢都給他們 好了 另外 當然了 外面的人會吵 加錢給他們 但是關外隊的人呢 又會覺得這麼小 而且 上個星期 又說關外隊的朋友 要走去呢 上兩個小時 不知道什麼 做國安導師 國安的專業課程 然後做國安導師 你要我提供含冷服務 那就加錢 喂 但是加錢又不夠 他們覺得 是啊 加兩元就算 於是麥美娟今天呢 就走出來 即是昨天 走出來 就拆掉他們的蟹 大致上就是說 過去一段時間關外隊做了很多事 不單止沒有拿中貼 甚至是銀錢 有舉例 譬如說 在華峰大廈大火 關外隊 短時間之內到場 他說他透過民政專員協調 大家一定要這樣說 因為他是民政專員 他是負責的 OK 動員成會由 尖旺區二十多隊關外隊 和東區關外隊 去支援市民 那麼他們怎樣 銀錢出來呢 他也沒有說 我當他有 即是自己銀錢出來買點水 喂老老實實說 你說一次半次有沒有銀 我不會否定你先 即是見到 這麼冷淒涼買點水 帶點 所以問一下 都不奇怪的 那麼他們會不會 claim呢 你說如果 他那次沒有claim 我都不奇怪 人我又不會排除 但是你說長期銀錢 你不要說到他們這麼偉大 我都不相信 還有華峰大廈有些租戶都 屌刺你的關外隊幫忙 還有 當日我讀新聞 是華峰大廈附近的 齋鋪、士多、蟹粉等 那些主動拿東西出來 OK 好了 那麼 他又說呢 非常尊敬關外隊義工 為什麼要說這些非常尊敬呢 因為是被人屌 被關外隊屌 他說 希望透過行常化 關外隊的服務和增加資源 令隊員更加順暢 老實說 你就說行常化他們 行常化他們 這次呢 他怕人被人屌 所以增設了表揚 加他們的表現 不是一個獎勵計劃 是給了一張紙 他們而已 不是說獎金獎品 是由政務司司長 頒發這個感謝狀 他這一招是學英國樓 被感謝狀好像很威風 我想呢 可能有些關外隊隊員 可以跟政務司司長 拍張照 或者是感謝狀 他也會覺得有的 但會有多少呢 開頭就是free 喂 你要值錢才行的 還有你口罕罕罕 那麼多人 關外隊 三十多人 你不要打算 他真的給你六皮 就這樣除三十多人 不會的嘛 他有些洗肺支出的嘛 是呀 你有沒有沒有人 你有沒有六塊錢 這個月 你當我留嗎 當我戒子嗎 喂 老老實說 不是說什麼 你現在委任我 不要說 關外隊區議員 我都不敢做 要不然輸死我 你有沒有幾皮 我看見街坊有些人幫忙 又掛冰仔又等等 買一卷汽水也要吧 晚上吃飯 每個人吃 去打冷 不要叫那麼貴 你有沒有九菜豬紅 你現在都不算便宜的 你打冷 隨時 吃菜譜也算吧 有些叫那些什麼 什麼沙蚊啊 還有那些什麼 什麼什麼 那些很小粒的 不知什麼東西來的 那些什麼 那些蜆仔 那些蜆仔很小粒的 不是杜杜有的 好了 那昨天呢 啟德呢 就是首業運作順暢 那我不說那麼多了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呢 有一場 第一次叫做事業活動 為什麼呢 有一個月祖聯賽清理運動場 首先呢 昨天是第一場而已 那我不要批評那麼多了 陳國斌說會舉辦二十場 這種事業 因為昨天真的浪費 你想想一千人 這麼大的啟德 只有一千人入場 龍散場 那如果你說昨天也出事 就大了 但是呢 但是你說 出了點事啊 但是呢 到時候五千人 一萬人二萬人的事 連去二十場 就看到真偽了 OK 好了 你說出了什麼事呢 老實說 因為免得這麼浪費時間 我覺得最出事呢 就是門口 是呀 我屌你老母 是呀 搭飛機嗎 我屌你老母 不是呀我想說那個二拉架 他竟然在入場 那些人去市場 或者日後真的 我看得到體育署 而玩而已 你說喂 喂我們不能攜帶什麼 喂他應該明白啊 是 你當然不能攜帶石頭啦 你當然不能攜帶武器啦 你當然不能攜帶 譬如我們紅館也有的 譬如說有些瓶裝水呀 玻璃瓶 當然是不得了明白的 是是 含糟糕 屌你老母 入場人士必須遵守港區國安法 屌你老母 和國旗國規法 國安條例 禁止使用未受權喇叭 喂屌你老母 你不能這樣這樣好不好呀 你怕那些人 吹吹葛歌嗎 吹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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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 譬如你說法案國安法的話 嗯 就拉夠下去了 我一向都說是這樣的 很簡單而已嘛 嗯 就是等於 屌你老母 你投地都要加入國安法元素 你國安法是一條法例寫在這裡嘛 那如果是這樣的 那屌你老母 你投地為什麼你不寫 喂屌你老母 你什麼刑事條例第十八條 在這個香港地 基本上你觸犯這些法 你就拉夠下去了 用什麼說話啊 不用客氣 刻意 你們是你們的目的是為策械 但是呢 我們呢 市民 我去看場播而已 我入場我記得 我現在去看場演唱會 嗯 屌你老母 吹吹 無論是國安法 不要說 我真的無論是 啊 我屌你老母 本來我慶祝 屌你老母 變成屌你 魚鬥敗的攻擊 還有那些案件 要不需要這樣啊 要不需要啊 去黃國牆 去紅館也不會這樣啊 屌你老母 臭氣 你真是呢 那沒辦法啦 如果不是的 喂我年年拿百多億的啊 大哥 就是這樣解而已嘛 吹架 待會兒 待會兒